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猫猫为我们带来了她的消防云梯车 云梯车上面会有什么呢? 发现了一包交通工具的核玩玩具 那你们知道消防车有多少个种类吗? 猫猫的云梯车上面发现的核玩是什么核玩呢? 有巴士、货车还有警车呢? 那看一下我们抽到了哪一个呢? 掉出来了,这是汽水糖果 是一辆绿色的迷你小低市 车的前面还有两个小刀后镜呢 那你们有没有坐过低市呢? 接下来,灰灰带来了她的垃圾清扫车 后面蓝色的部分可以升起来 那你们有见过垃圾清扫车吗? 哇哦,里面掉出来了一包交通工具的核玩 一共有六个种类 有低市、警车还有巴士呢 会抽到哪一种呢? 掉出来了,是一辆迷你公交车呢? 车窗上面还有雨瓜 她的车门在哪里你们发现了吗? 那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坐过巴士呢? 你们能认出来哪些是公交车吗? 她还会走动呢 哦,灰灰太重了 她只是一辆迷你的小巴士哦 哦,这就有点危险了 不好,灰灰受伤了 这时候登场的是急救车 她负责把受伤的灰灰再往医院 那你们能认得出来哪些是急救车吗? 哦,路上遇到了障碍 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挖掘机就派上了用场 看,挖掘机的铲子 可以把障碍物给挖起来 路上的大石头都被清走了 有了挖掘机的帮忙 急救车终于可以通往医院了 这辆又是什么交通工具呢? 原来它是一辆铲车 它也可以把障碍物给清扫掉哦 藏起来的树叶要通过运输车运走 那运输车可以运输很多很多东西 当挖掘机、铲车和运输车 一起组合利用的时候 就会很方便了 看,一下子就把障碍物全部清扫掉了 那你们还认识其他哪一些交通工具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